让没有讲过脱口秀的小人 没有讲过脱口秀的人 小鹿乱撞 会聊天 我要颁发的奖项 就是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小鹿乱撞奖 小鹿乱撞奖 第一位获得提名的是 江子豪 江子豪参加节目舞技了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向 一直乱撞 今年终于撞出了自己的风格 声嘶力竭 乱扔拖鞋 他用诈常的表现告诉我们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就应该横冲直撞 第二位获得提名的是 何广志 何广志 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 却坚持和小鹿乱撞了二十六年 和周杰文撞脸 和徐志胜撞行 和女同事撞衫 这么会撞 都没有撞到自己的心上人 广志忙事业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多出去撞撞 第三位获得提名的是 KID 本着看热闹不前事大的精神 KID胡乱撞进了 战况激烈的伦理之家 他成功让观众都看见了他 甚至也看见了我 今年没有人不记得KID 明年希望你我都不要这么莽撞 第四位获得提名的是 自肆 自肆 本身外 对 这一季的自肆剪掉了刘海 却仍然凭着一句 绝美就能驾场 他让观众的内心充满笔号 难道他就是全网 最后一位大帅哥 脱口秀路盘不足以形容你 你这不是小鹿乱撞 你这在撞小鹿 要被他撞了 好 下面我宣布获得 小鹿乱撞的奖是 黄大妈 黄大妈在百忙之中腾出了五分钟 来到了脱口秀舞台 一夜之间 她的乍场表演便刷爆了朋友圈 让没有讲过脱口秀的小人 没有讲过脱口秀的人小鹿乱撞 会聊天 会聊天 可以可以可以 对对对 小鹿乱撞 对 跃跃欲试 以一己之力打开了脱口秀全年龄市场 别问一个大妈能怎么样 她只会超乎你的想象 请黄大妈上台给你讲 黄大妈 黄大妈 我还在那里看热闹 没想到热闹看到我身上来了 我和庞博一样 陪脱口秀大会走过了五季 因为我从第一季开始追起 追到第五季 追到这个台上来了 没想到 所以脱口秀大会如果有十季 我肯定也会陪着走过十季 如果有二十季 我争取 陪着走二十季 如果脱口秀大会有五十季 我算一算 我争取 也会参与进来 一定会一种形式 是吧 好的 谢谢 谢谢黄大妈 让我们祝黄大妈长命百岁